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谷歌讲股的栏目 今天我们的手套股的周富盘呢 我们来看一看手套股下跌结束了没有 经过了五月份第一个礼拜 收了一个阳线 这个阳线是指跌信号吗 在手套股当中出现了分化 到底接下来哪几只可能会出现大账呢 哪一些会走落呢 如果说你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话 一定要听到最后哦 还不是我们subscriber的朋友呢 建议先订阅频道 以便长期收听手套股专题的视频 我们先来看一看周线 实际上周线本周走完了之后呢 是一个阳线 这个阳线是否意味着就结束了呢 我们需要用一下mcdx 看一下真实庄家的意图是怎么样的 要不然呢 我们很多时候看不清楚真相对吧 上一周我们周复盘的内容呢 基本上有预测到 接下来要起了 没想到他本周真的起了 一直以来的规则没有被破坏 看到吗 还是跌两周他就必然起来了 然后现在呢 也是跌了两周起来了 起的不是很多 但是收在了阳线 收在了中轨线以上 但是并没有突破阴珠一半 我们可以看一看前一面 实际上下跌之后 如果说没有突破阴珠一半的话 这代表不是特别强 比如这个位置 比如这个位置 阳珠就没有突破阴珠一半 是吧 包括这个位置 比如说这个位置没突破 他后面又起来了 是吧 这个位置突破了也下去了 这位置是突破了的 是吧 突破了之后才可能 所以说 虽然说收了阳线 但是没有突破一半 所以说 还是不是那么的乐观的 从下面的红柱来看 实际上 如果说阳珠的红柱超过啊 这个这边 对吧 这个也是阳柱超过前面了 这个是好事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看 布林线中轨是吧 布林线中轨是吧 实际上是收在布林线中轨以上 下一个礼拜就简单很重要了 下一礼拜如果说 再收一个阳线 那就很好了 是吧 然后我们看看它的日线 日线图实际上 它没有突破布林线的中轨线 下边的红柱呢 实际上也还是在减少的 将来看的话就 不是那么的乐观是吧 所以说 我们要守住这个一半 下一周的支撑位呢 是在阳柱一半的位置 这个位置呢 是在1748附近 如果没有跌破还有希望 跌破了呢 就容易往下走了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个股的情况 我们先看713 713实际上 是长了三根阳线 是吧 三根阳线 我们说是三升 三升过后 接下来如果回调的时候 没有跌破 第一根阳线的 最低价还是有希望的 是吧 这个位置刚好也是 布林线下轨的位置 布林线这个位置呢 刚好是跟 第一根阳线的开盘价 差不多 是重叠的是吧 这个价格是9毛6分5 所以它可以往下跌 但是不要跌破9毛6分5 如果说 这个是突破中轨 这是回踩中轨 下礼拜一 最好能够收一个阳线 而且收一根 比周四阳线更长的一根 就超过它的 收盘价 1块03分是最好的 从下边的IPC指标来看 实际上也是高度控盘的 它这个比例目前是在74%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周线 周线上实际上收的呢 差不多也是一半附近的位置 是吧 跟刚才的板块指数差不多 但是它刚好是跌到前期 前期这个平台没有破掉 这样的话 整个上升结构还是OK的 也没有破掉这个前面这个高点 是吧 实际上还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看一个706 706就显得更强了 是吧 它这两天其实是差不多 这两个阳线实际上是一样的 是吧 我们现在看到周线 周线上实际上已经是两根阳线了 对吧 但是两根阳线也没有能够突破 阴珠一半 实际上已经到到这个位置了 是吧 也是前期高点的位置 所以下一周的话 我们要看前期这高点 九毛二的位置 周五收盘收在九毛 最高九毛一分半 九毛二突破了 我还能再起 从下面资金状况来看 实际上是有增加的是吧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现象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日线 日线图实际上已经是站在 中轨线以上了 庄家比例呢 目前来看是在五十八仙 但是周五的话还有周四 红珠是没有增加的 所以说也是需要一根不错的阳线 如果下里边收一根不错的阳线 这边呢有增加是最好的 是吧 然后我们看这个哈特利卡 哈特利卡收的阳线是相当漂亮 是吧 并且是刚好打到了 布林县的真轨 红珠呢是上了五十的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现象 然后我们看 它未来依然是需要注意这个前期高点 两块一毛五是吧 是否能过 它在本周走完之后呢 实际上是有略微突破阴珠一半 是吧 所以说这个是相对比较强势一点的 但是日线上呢 刚好是触及到中轨线 所以这是一鼓作气再摔三尔间 这个蜡烛是越来越短 甚至在周五的话出现了十字 这样的话代表多方上弓 无力是吧 或者说上弓 这个能量越来越小 但是通过MACD MACD X指标来看 目前是73%的重价空盘比例 这个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753 实际上753呢 就相对差一些 周线里面呢 收了个十字 这种情况不太乐观 前期高点呢 是刚好是在 一块两毛一附近 是吧 本周收盘是一块两毛二 而且是个十字 下周是一个转盘点 如果下周能够收一个阳线还行 跌破一块两毛一的位置呢 就容易往下走了 从自己状况来看 实际上红柱还是低紫线的 这是四大天王当中 目前来看是最弱的一个 是吧 然后从日线来看 实际上周五是跌比较惨 几乎创新低了 整个庄家的十字均线呢 还是往下走的 他是报了业绩的 是吧 业绩是比较差的 就怕接下来 像托伯格拉伯呀 Cifremax啊 还是哈特雷卡 报业绩是吧 报的不好 影响他的走势 所以说 在报业绩期间 相信会继续震荡的 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业绩报完了之后 可能会起是吧 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些小型的 零一六三 零六三实际上是三根阴线 零一线本周收了个十字 收十字的话代表转盘点 如果下周能收一个阳线的 就开始转上了 收阴线的继续转下 然后我们看他的日线 日线上实际上还是在震荡往下走 是吧 这是一个十字 十字之后容易往下走 然后从自己状况来看 实际上也是萎缩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 七一一九一 他的就相对比较弱势 从自己状况来看 确实是没什么红柱 是吧 从周线来看 实际上是四个阴线了 所以这个呢 暂时还是没有办法突破 这个下降趋势线 你可以把这个画上是吧 未来的下降的支撑位呢 是在这个下限 四毛九分九这个附近 你说会跌那么惨吗 一切皆有可能是吧 七八零三还是属于下降趋势 已经是第三周下跌 目前来看是个十字 所以下周也是一个转盘点 从日线角度来看 发现它还是下降通道 中加资金还是外撤的 二一二七这边周线呢 是有一点止跌的迹象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 还是在 布林县中轨线以下 日线这边也是在 布林县中轨线以下 下面资金状况也是比较少 所以下周来讲呢 对于个别的 个别的一些强势故事 鼓来讲呢 可能会起 但是说如果说 到了报业绩这个时间呢 如果报业绩比较差 也容易影响是吧 就像刚才那个扣三是一样的 这是今天的 关于关于这个手套股的 手套股的一个周的一个解析 如果你希望每天或者每周 都能够收听到我们 对于手套股的一个讲解 一定要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我们开这个手套股的专题 课程也是希望有机会能赚到 有风险都能跑掉 如果说你还不是我们的 subscriber的订阅频道 打开铃铛 所有手套股的精彩内容 你都不会错过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